要叫怎麼樣比較自然 就是輕鬆一點 嘿嘿嘿 嗨Skyler 老闆好 很高興喔 今天來看你們 跨線你們最近經營在台灣不錯 先介紹一下你們的行業 我們是愛情無所謀 然後我們做的是情感教育的部分 為什麼我當初也想要做 這一方面的服務呢 其實就是說 我覺得在台灣來說 或者是在整個 世界上來講 就是做這個行業的人其實 並不是說非常的多 那有很多男生其實條件都還不錯 可是他因為用一些 不太正確的方式去吸引女生 所以導致他到 可能到中年 或者到了比較 後期的時候 都沒有找到一個他喜歡的對象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情感教育的方式 可以幫助到他們 可以找到人生的真愛 所以你們最大的服務項目就是 幫助男生去找到他們的真愛 是這樣子嗎 對 目前在台灣有其他人在做嗎 有 有其他的相關還沒有在做這個行業 那這樣的話 你覺得你們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行業來講的話 其實有很多人他教的是比較過於單一 例如說他們的 就是純粹就是只有教可能搭訕 或者可能有些過於的就是理論派 就可能說他會給你很多 心靈機商方面的一些文章 那你可能學習到你可能也覺得沒辦法 這次能改變 那我們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們是全方位的 那我們可能從搭訕 從約會 然後從各方面 還有從長期關係 還有怎麼從就是挽回其能的部分 我們都有一系列的一個課程 那這些東西都是有效且真實 有用的一個模式可以幫助到學員 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就是學員他跟我說他交到以為他真的很習慣的女朋友 對就從他以前就是可能 失敗啊 不斷失敗 然後挫折 那他可能也買過很多 關於這方面的一些書籍 或者有服務過這方面的課程這樣子 但他們沒有得到一個真正的一個改善 那我們一開始他對我們也是 處於就是沒有這麼信任的情況下 但他選擇相信我們 那我們也幫他們服務過後 他們也真的有效的成功交到他很喜歡的女朋友 那甚至到後來的時候 他也跟我們邀約 也純粹只是因為為了跟我們見面 而付給我們諮詢費用 那我覺得這部分是讓我非常開心的 那我想我很好奇想問一下 交不到女朋友跟他的外表 帥不帥有很大的關係嗎 外表他算是一個蠻重要的東西 但並不是絕對的東西 因為怎麼說呢 女生看男生其實主要是看綜合價值 那所謂的綜合價值可能是他的外型 然後他這個人的講話方式 然後他的經歷他的閱歷 還有各方面的條件去評斷 才華啊 才華 或是他成熟度啊 或是他的社交生活啊 或是他的社會認證啊 有很多的部分都是所謂的綜合價值 那有很多學員也說 老師我沒有錢 我也不帥 那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去提升他 例如咧 例如 對啊我不是高不帥 我又矮又胖又醜又沒錢 我覺得你首先最大的關鍵就是 你要了解你的優勢在哪裡 那我們最大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放大你的優點 然後縮小你的缺點 然後把他的優點給量化 那根據你的優點做放大之後 然後他們搭配我們這一系列的方式 是一個模式 那可以快速有效的吸引女生 那女生覺得你是個很優質的男生 那他對你產生優質的男生 他才會想要跟你進一步 所以我們的方法都是比較真實性 比較高一點的 那你們有沒有碰過那種 明明你長得很帥 收入也不錯了 可是也交不到女朋友 有 真的嗎 有 而且也蠻多這種類型 蠻多的 上次我們諮詢一個學員長得就像劉德華 真的 34歲 可是他就是在情場上一直失敗 那可能失敗的原因是 他說不定在聊天上面可能也OK 女生跟他的反應也不錯 可是好像他在現場約會 他本身就是可能比較木娜的一個人 他不知道在約會中 要怎麼跟女生聊 就卡住沒有話題 或是女生就覺得說他好像 這樣講感覺顯得他很不太可靠的感覺 那漸漸漸的可能就是 欸 他對他就 欸 約了一次之後就不再因為你剛要出來 他很常都是這樣跟我們講 那 經過我們諮詢改善過後 那 他在上 前一個月的時候他跟我說他交了他女朋友 那我覺得 非常開心 他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他以前 明明條件不錯 可是一直用一個不太正確的方法 所以有很多男生他會覺得說 欸什麼 我到底是哪邊做錯了 我明明也蠻幽默的啊 那我明明也就是 條件也很好啊 我長得也蠻好的啊 可是 就是沒辦法信任 尤其是在第一次約會過後 你就再也沒辦法跟這個人 繼續有下一段的約會 甚至連女朋友更不用去提 所以是不是有 你們通過案例裡面 就是有人長得很帥 可是 常常在第一次約會之後 就再也 對 對 不讀不悔了 就消失了 那你們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到底你們給了他什麼方法 那那麼快就可以改進呢 以聊天來講 聊天很多男生覺得 聊天我就知道聊得很多 對 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覺得說一定要一直跟女生 每一個話接話這樣子 其實 不管是在聊天上 或是在約會上面 其實帶給女生一個 美好的一個體驗 對 那我們的做法 有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 叫做價值輪斷 就是說 我們跟女生聊天 假如這個女生很喜歡 聊到最近的電影 假如說 《百命關頭8》要上映 對 那女生對這個話題很有興趣 那我們聊天 你一定會知道 每個聊天有一個 高潮的一個點 對 那女生想跟你聊下去的時候 這時候你必須在這個聊天過程中 做切斷 對 那我們所謂這個叫價值輪斷 就是女生想跟你索取價值 可是你不給她 對 可是女生也並不會說 爸這你說你跟我聊天嗎 不可能 那她就讓你去 可是她對你的印象 就停留在這個好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她就會投資心心想說 我這男生真的還蠻 蠻幽默 好好玩想跟她聊 所以到時候有可能 慢慢跟女生的一路不回 或者是不路不回 對你勾起女生的興趣 之後她更能願意跟你聊天 那當然這只是一個部分的一個小技巧而已 那具體的客材是很多 我對這個產業蠻好奇 就是說 她僅止於說街頭搭訕 或者是說幫她做形象改造 或是約會技巧 這樣可以嗎 其實她最大價值有沒有提供一些 譬如說 長期的相處 或是吵架怎麼處理 或是關係怎麼挽回 甚至說以後能夠步入到結婚的這條路 然後還能夠永久的長期的相處下去 有辦法 你們有辦法交到這些部分嗎 我們都有辦法交到這些部分 像如果說長期關心的一些經營好了 對 那其實我覺得最好的長期關心保險方法 其實就是兩個人不斷的一起進步 對 這個是最好的 那很多 像很多兄弟跟我說 欸老師為什麼我 我確實交到女朋友 可是為什麼這女生跟我在一起一個月 她就想跟我分手 或是什麼情況 甚至有一些人 她不太了解說 你們的分手是所謂的真性分手還是假性分手 所以你要了解你跟你的對象 在生活上面是遇到了怎樣的問題 說不定你們兩個的問題 並不是她真的不愛你 而是她太過於愛你 而你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而她離開你 所以你要釐清這些東西 我們就可以幫你做真愛挽回的部分 也可以讓你挽回你曾經非常愛的一個女朋友 那聽起來你們的客戶其實 應該不只是那些單身漢 應該也可以包括那些 可能已經有女朋友 但是遭到一些感情挫折的人 對 非常多這種類型的人 因為他們幾乎都是想要從情場中得到快樂 得到她曾經失去過的那份回憶 那我覺得能幫助到他們 就找回他們這種快樂的感覺 也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 那你們怎麼樣去透過網路行銷 去幫助你們自己 讓你們自己的事業成長 你們有做過哪些努力呢 那我們有 屬於我們專門的官網 就是奶爸有教我們什麼 架一個 弄微本裡架一個官網出來 那我們在官網裡面也有 不斷地去分享我們的部落格文章 然後讓人家了解到說 有些免費的資源可以學習 讓人家了解到我們的好 我們可以給予它的價值在哪邊 那除了這個之外當然我們還有 每天去經營我們的Line的社團 可以告訴他們說 我們最近PO了什麼文章 每天做更新 然後我們除了這之外 還有在經營YouTube影片 然後我們會自己學 怎麼剪接 或者是一些搭訕 到底怎麼搭訕 具體怎麼做 一些實拍影片 告訴大家說 原來是這邊時候要使用這樣的技巧 那聊天怎麼破冰 怎麼開場 那到底有幾種方式可以去做 具體就是我們從網路行銷 學到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在行銷上面 我覺得學到最多的部分 不只是這些技巧 而是這些心法 那有很多人認為這些心法 其實不是很重要 但我覺得你要把行銷做得好 或是說你要讓你的客戶去信任你 讓他喜歡你 我覺得就是你不斷給予客戶價值 讓客戶真正的 就是覺得你的東西是不錯的 他才會從你身上 才會付費給你 才會成為你的粉絲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直以來 我們跟奶爸學習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是帶給我們 最大的成長是這個地方 很棒喔 看到你們成長 其實我滿開心的 因為從去年的時候 好像你們官方網站都還沒開始成立 對 對 然後好像這半年來 你們滿積極的 就是包含LINE的部分的經營 還有網站的經營 撰寫文案 還有你們也積極的學 怎麼去剪接製作影片 進步滿大的 好 謝謝奶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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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怎麼樣比較自然 覺得輕鬆一點 嘿嘿嘿嘿 好啦 那個 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我們來專訪我們的 你們的公司名稱應該怎麼樣 愛情無託幫 愛情無託幫 我們有個slogan 愛情無託幫 愛情無託幫 戀愛可以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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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愛情無託幫 戀愛可以幫 今天很高興可以專訪他們 然後我覺得 從去年喔 因為我們去健身房 然後碰到那個 Skyler 因為Skyler 買課程已經一年的時間了 超過了 然後我發現 那個時候Skyler 他買課程之後 可是一直沒有行動 好像其實沒有行動 那一天呢 剛好去年 在健身房 遇到的時候 Skyler其實問了很多相關的問題 然後呢 我覺得Skyler你去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去年 去年你去的其實是信心 信心 就是我跟Skyler那時候 在健身房 整整聊了一個鐘頭 然後我在那邊 我在那邊 跑步機身邊走路 然後我想 哇 你問題還蠻多的喔 可是 我聊一個鐘頭之後 我發現其實Skyler 他最大的優點就是 他懂的東西就是蠻多的 就是在他這個情感 教育的領域裡面 懂得真的很多 我記得我當天還問他說 那我已經結過婚的人了 我其實不需要把妹 可是 我跟我老婆偶爾會吵架 那吵架怎麼辦 你有辦法解決嗎 然後他那時候 就給我一個建議 就是說 其實吵架齁 你跟你太太之間 應該要怎麼樣轉化那個情緒 然後去轉移他的注意力 那其實很快的那個氣氛就會淡化掉 然後你們就可以進行下一個話題 那就可以把那個吵架氣氛整個解決掉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太棒了 原來你們不只是會把妹而已 其實把妹其實是很 應該講說情感交易裡面 把妹是很入門的 然後搭訕是一個很入門的一個技巧 那之後其實還有約會啊 怎麼樣約會 可以讓那個女孩子 願意跟你長期的相處 再到後面的情感 長期的經營 甚至步入婚姻 然後甚至在婚姻裡面 不要離婚 能夠長長久久走下去白頭偕老 我覺得這個是情感教育 它真正的價值所在 那我也很期待 就是兩位 將來呢 能夠在台灣 我相信吼 在台灣 能夠在這個情感教育這一方面 其實它包含了一個 我覺得很 很大的一個主要成分就是 心靈成長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在講心靈成長 可是 我覺得有點抽象 如果說你心靈成長 是能夠讓一個男孩子 跟一個女孩子 能夠找到心靈的交換 然後能夠心靈相通 找到一個靈魂上的伴侶 那我覺得你們情感教育 其實早就已經包含了 心靈成長的成分在裡面 就是覺得他們最大價值在這邊 那兩位有沒有什麼 勉勵我們年輕人的話 來團長 大家好 我是愛情輔助幫團長 那有很多的男生 對自己是沒有自信的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你是不需要沒有自信的 因為團長以前也是 很沒有自信的一個男生 但是我們透過了 外型改造 還有我們內心的內化部分 那我能了解說 其實女生看的不只是外表 跟你有沒有錢這個部分 他更看重的是 你自己個人的價值在哪裡 那我覺得 你能培養自己一個好的價值的話 那相對來講 你喜歡怎樣的女生 他也會看得到你的價值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 一定可以找到真愛 對 那如果說像有些人 生活圈可能沒有 可能沒有一些他的異性對象 那我覺得你可以試著去 主動去認識女生 有些男生很害怕去跟 女生做社交的這個動作 然後不要怕 就不要怕 會覺得說我這樣會不會很奇怪 其實認識人其實是一件很快 開心的一件事情 對 你有時候你不用想那麼複雜說 我就是去把美 有時候你就單純去認識一個朋友的這種 這種心態 去認識就好 那認識之後 那怎麼發展 那就是看 你怎麼去做 具體怎麼去做 所以說 如果你想認識女生 就勇敢去做 不要害怕 就像我們說 懶人包這樣子 那就是去做就對了 就是奶包 我覺得奶包最重要的是 就是奶包 其實真的內容非常的多 只要你好好去做 好好一步一步去經營 那你一定也可以 將你的事業做得越來越好 對 真的 其實 把妹這兩個字 我覺得 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麼膚淺 譬如說 搭訕 有很多種 有很多種狀況 像 傳教士 傳教士他每天都要搭訕 你知道嗎 對 傳教士騎著腳踏車 然後每天都要搭訕 你要不要信教 要不要去教會 這個也是搭訕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 對 我們進入社會工作 我們業務工作是非常強調陌生開發 所以如果你連搭訕你都不敢的話 你將來要步入社會 甚至你要挑戰業務高薪的工作 你可能連開發陌生客戶都不敢 所以其實搭訕我們不要把它想得那麼膚淺 其實它往後延伸的層面其實非常廣 對你的事業也非常有幫助 那當然 學會這些技巧之後 我們最擔心的是 壞人拿去用怎麼辦 所以其實 Skyler跟我們Albert 其實都很正派 我覺得都很正派 就是我們要 期望就是在台灣 我們樹立一個典範 有些搭訕啊 什麼交女朋友啊 並不知道怎麼約會出去 然後就發生什麼關係 那種我覺得那不是太膚淺了 我們要的是長期經營的關係對不對 對 長期關係 對長期關係非常重要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兩位 謝謝你們的專訪 好 謝謝來吧 謝謝來吧 謝謝 期待你們將來有更好的成績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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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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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